去CG Texture找圖喔 因為現在要用Spotlight去畫圖在他的身體其他部位喔 所以你要去CG Texture的網站找一下這個圖片喔 那你可能用這種Set Tile Huge 反正有Tile可能會比較好啦 因為他一般來講寫個Tile的都比較規則一點 嗯這個可能太猛了 就自己找一下 這個圖都有點小 好 呃 錄音一下看看喔 看我記不記得 這樣對嗎 應該 欸對耶 OK好 呃 呃 這個看起來 呃 還要在錄音一次播吧 應該不用錄音 OK可以下載 呃 我剛剛看好像那個Smooth也不錯 多刷幾張圖 因為說在這個沒有圖上去不太確定到底合不合啊 這張其實感覺應該一定合 好那再來呢我們現在看的是 呃我們現在第一個看Testure Painting 用第四個 應該是第二個Note 那我這邊 呃先把他拿過來 拿過來 拿過來 OK 好 我們現在叫Spotlight出來用啊 那 Spotlight其實叫過了 咦 這邊我看 我這邊為什麼會有用Layer OK 好 我現在呢在 Giantry下面呢去找 Layer OK 然後 呃 在Layer這個地方呢 第二個要點的是這裡 這個是創造一個新的Layer 新的一個Layer OK 然後這個Layer 看你要不要去名字比如說是什麼Rock之類 呃 呃 呃 打錯字嗎 念 OK 等一下Rock 好 然後 準備 開始畫 好 1 2 3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往下拉 OK 這邊有一個recoding OK 你要做recoding 所以這個recoding要開 好 再來就是 呃 Spotlight嘛 Spotlight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到 Testure Testure 這邊 然後import檔案 那我現在import檔案是 我剛剛自己在 CGTesture的那個網頁 上面呢 去找的圖片 我覺得這張 這張好像是我剛剛覺得看起來OK的 是不是 看一下啊 收圖把它調打 怎麼覺得這個看起來也不錯 不然這張好了 好 那現在把它揮進來以後 呃 再來就是Testure的面板 Testure的面板 把它叫出來 然後 呃 是不是點到圖片嗎 對不對 然後在 Spotlight要 要怎麼樣 加進來 要怎麼加 你看 這樣子看 圖還是很小 這裡 對不對 加 按下去 它就進來了 然後 lightbox 先關掉 scale一下 因為 太大了 下一個步驟 Spotlight 現在 在 呃 有了 然後 現在好像想要調一下它的位置 先 Z關掉 好了 Shift Z 好 好 這邊我要改成一般的 Standard brush 先改一下位置 好 然後 再把Spotlight叫出來 咳 咳 咳 嗯 咳 再來就是 檢查一下RGB 然後Scale一下 Spotlight的快速 我看不像快速接Z 為什麼我SHIP Z 有點問題啊 Size調大一點 因為剛剛其實有刷一個東西 刷牙齒 我S還刷不出來 中文輸入法也沒有啟動啊 空白鍵也不行 是怎樣 中文輸入法 可惡 Size 等一下 SHIFTZ測一下 果然可以啦 剛剛那個 中文輸入法被啟動 好 那 Z Z SHIFTZ OK OK SHIFTZ 刷一刷 SHIFTZ OK 那刷的時候 SHIFTZ 這邊呢 OK Opacity稍微調一下 這邊有個Intensity嘛對不對 Intensity 其實這邊 也可以調啊 對 這邊也可以調 Intensity 算了 挺怪的 OK SHIFTZ SHIFTZ 可以這個地方再刷一下 OK 好奇怪啊 對 為什麼奇怪啊 好像根本不應該這樣刷 為什麼呢 因為那L法應該要改 我現在是 畫的時候是直接就 整個直接刷上去啊 但是如果說我刷的時候 給它一些Variance 在就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Color Spray好了 其實也不用Color Spray 其實你可以用 用剛剛這個Alpha 試試看喔 SHIFTZ 嗯比較好 然後 RGB Intensity 再講一下 也太淡了吧 XDDD OK 慢慢把它刷上去囉 OK 還蠻多地方要加的喔 也就像這種地方 SHIFTZ OK 然後 Z 稍微scale一下 拉過去 OK Z OK 幾乎是沒有加的狀態 有加太多了 又加太多了 因為不知道這個地方可以調它的 不透明度有沒有 所以可以用這個去做微調 現在都調的超淡的喔 然後這邊呢我再改成Color Spray好了 改成Color Spray 看一下 這個地方再繼續加 Z OK Color Spray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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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刷用力一點好了 反正最後都還可以挑 太糟糕了 我看我換一張圖好了 import 嗯...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太棒了 嗯... 楼炸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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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